歡迎收看今天的運動隊就好QA時間 我是你的教練 梁哲瑞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的這個問題 是有跑者問到 其實不只一個很多人問 就是我在跑步很快的當中 會跑到憋氣 不知道該怎麼換氣的時候 到底該怎麼辦呢 這個問題非常簡單 在跑得很快的時候 絕對不可能變成憋氣的情況 你在跑得很喘的時候 你身體需要大量的氧氣 來幫你做氧氣更換的這個動作 所以你在這個當下 你只要憋氣 你會完全的跑不動 所以為什麼它會感覺是憋氣呢 我個人的感覺 應該是因為你的呼吸太急促 導致你 你已經感覺你呼吸急促到 吸進來的氣 來不及你做使用 所以這個時候你給自己的錯覺感覺 我是不是現在在憋氣 但其實不一定是在憋氣喔 所以在跑很快的情況下 一定會讓你的呼吸變得很急促 這個時候你的身體感 都會變得很喘 很累 很像接近這憋氣吸不到氣的感覺 那到底該怎麼辦 可以試著放鬆呼吸 這兩次深呼吸之後 再重新調整回你的配速的一個節奏上 那這樣的情況下 會讓你的呼吸節奏 也可以有效的改善之外 也不會讓你一直處在於 很高強度 心率很高 身體很喘的情況 再進行速度訓練 這樣的情況可能會導致 你的訓練效果會有影響 因為你可能 快到跑不動了 手腳開始僵硬 這個時候都會導致你的訓練成效降低 所以建議你們在跑得很快 很喘的當下 最好是來一點呼吸的調整 這個時候會讓你的訓練內容 才不會一直越來越僵硬 越來越呼吸急促 導致你的訓練成效開始降低 OK 那以上就是今天簡單分享的這個問題啦 希望你們在跑很快的時候 都要注意自己的呼吸節奏上的調整喔 對了 再補充一下 你在跑步當中 嘴巴盡量是不要 嗚嗚嗚嗚 像我開這麼大 開得越大 你呼吸的氣越多的時候 越容易造成你的喉嚨會有乾 這種情況的感覺 所以你跑到很後面很喘的時候 你又呼吸得很大 你可能會一下就喉嚨很乾 開始就會口渴 這時候就會影響你的身體狀況 所以記得嘴巴稍微微笑就好 這個時候呼吸進來的氣 不會太多又夠用的情況 才不會影響到你嘴巴 因為喉嚨太乾 開始有跑不動的情況出現 OK 那希望今天對你們有幫助啦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請下集見 是否被救被obby 會否龍 因為喉嚨太癖 是否忍失去